人生步履十之八九 我愛的人不愛我 大家好 歡迎收看夜市甜點店 我是掌勢公侶 Nanako Nanako已經收到非常多的嫔妃 非常多的娘娘跟小組 來跟我求救 就從他們結婚跟交往之後呢 感情慢慢的便當 便當還是有幸福啊 本公侶既爬不上皇上的龍場 還守活活 守了三十一年 所以你們怎麼 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還是勢必要獻出我的妙計 那就讓我來做一道 幫助各位娘娘逃出冷宫的 藍莓卡士達塔 今天要做的這個卡士達的材料 新鮮的牛奶 低筋麵粉 玉米粉 那飯店都有賣 香濃的香草紫醬 砂糖 蛋黃 常溫奶油 要做藍莓卡士達塔 豈可以沒有藍莓 那不就是犯了公中大忌嗎 這可是欺君之罪啊 最後一個秘寶呢 增添風味的這個龍縮牛奶 那為什麼用龍縮牛奶呢 每個牛奶的口味不太一樣 你每次做出來的卡士達 有時候淡 有時候濃 所以呢我們乾脆就選 成分都已經幫我調整好的白美娜 放在宮裡這個陰暗角落呢 就可以保存非常久 以防皇上的幽兒力突然來了 你沒東西湯著 哇天啊火就火了 以上就是今天這麼簡單 居然還有跟我說 今天的材料怎麼那麼複雜 拜託前兩集 你們太爽了吧 過太爽了吧 各位娘娘 要贏得皇上的心 豈是如此簡單 為什麼這個卡士達塔 我的牛奶要分兩鍋 其實這個大有生意啊 在這鍋牛奶呢 我們先把蛋碗下進去 跟牛奶一起拌勻 啊不要用全蛋哈 用分蛋去把它分起來 接下來就是把 濃情蜜蜜的糖給它下下去 缺二寶 就看這一天了好嗎 之後呢 就是要下我們的粉類 每個甜點是必備的 就是這個腮王 那粉下下去呢 我們一樣也是把它拌勻 拌到就是沒有顆粒 只要一個嘻嘻嘻 一直錯滿盤皆啰嗦 如果我現在已經在能工了 今天你看實在是賺到 那如果我現在過的是新婚燕兒 你把這一集你就是設為最愛 等你哪一天被打入門口的時候 你再點來看 一定是有這一天啦 我不相信哪一個情侶 可以愛得長長久久啦 我們把玉米粉下下去 邊聊天也是要邊做事啊 不然攝影師又要罵我了啦 這樣要錄多久 對… 現在還是有點顆粒 我們就是 你可以拿一個這個… 不是情趣用品 是蛋型攪拌器 不要什麼事都想著要珍寵 拌勻之後呢 我們另外一鍋被牛奶吃到 跟濃縮牛奶一起加熱它 加熱好之後呢 再把它倒到這一鍋 這一個蛋液把它混 因為它裡面有牛奶有液體 它可以去緩衝 等一下這一鍋熱到 像你浴火一樣 這麼熱的牛奶 去把它燙熟 很多的做法它是 這邊都是牛奶 這裡卻沒有液體 你的卡斯塔怎麼結塊 你的卡斯塔如果結塊 你就會被打入冷宫 皇上就不會來了 明顯懷二寶的機會 都沒有 那些公主阿格都會離你遠去 因為你宮中做的甜食 太難吃了 太難吃了 It's horrible 那我們在加熱牛奶之前呢 把我們的濃縮牛奶 跟這個牛奶給它 倒下去混勻 好 要開火了 阿格快逃啊 一定要講 要稍微就是慢慢的攪拌 這個加熱很快的 它已經冒出這個 鳥鳥吹煙了 在這個moment呢 我們就是把香草紫醬 給它加進來 給皇上吃 吃好一點 用香草香精 阿如果 阿不是 給皇上吃 吃好一點 用香草紫醬 阿如果今天是那個 HBO老鬼要吃的 我一直在看重播的 完全不理你的 你就給它香草香精 後宮的影子很缺啊 大概已經冒煙 旁邊騎小泡 我們就可以停火了 這跟我們之前做布丁有點像 就是要把這滾燙的牛奶呢 倒進來蛋液的這一鍋 邊倒呢 就是要邊攪拌 大家對這個操作步驟 已經算是 駕輕就熟啦 然後到最後的時候 就可以很快 你以為這樣就完了嗎 這一道要獻給皇上吃的甜點 豈能這麼容易 再把這一鍋呢 要把它倒回來 中火去加熱它 大概中小火就好了 那大概加熱到什麼程度 它會開始變得有點濃稠 就要一直去刮它 你沒有辦法離開火上 你不要想說 去看一下八點檔 你一個人超會搭 你的小廚房會著火 小廚房著火是四小 打入冷風四大 好嗎 你在辦的時候 它會出現這種泥狀物 就代表說它已經快好 它會有一點小氣孔慢慢浮上來 所以你更不能鬆懈 我們不能藍陰蓄果 好的開頭 壞的結果 千萬不行啊 你看它已經變泥狀物了 旁邊這個水光再少一點 其實就可以關火了 常溫奶油下下去 奶油可以增加它的口感 用這個餘溫呢 把奶油就是融化在卡士達裡面 攪拌到看不到奶油之後就可以了 這個粘稠的程度 就像是你跟皇上 你跟那個另外一半 這幾年來交心的程度 講到這個就是 可憐啊 卡士達煮出來喝價一喝價 但是要讓它口感再升級 我們就要趁它熱的時候 趕快給它過篩 等它冷了之後 它就不是那麼好篩了 那篩這個又是個苦力活 使用你強壯的右手 有一個很重要 不要想說這邊看不到了 你就走了 轉身要離開哦 後面都是卡士達 記得刮下來啊 今天當皇后 你要維持後宮的這個吃穿用度 不然皇上就問你說 你這個月的支出怎麼那麼多 你又不是華飛 有那麼偉大的娘家在幫他撐腰 那我們就是要錄塔囉 這齁 如果沒有讓他鬆歪歪 我是沒相信的 有沒有看到 這種卡士達這種質地 好不容易算了阿格跟公主 如今又失窮了 你知道你的敵人從來不是另外一個女人 你的敵人就是棒球 對MBA 我有一點你看到沒有 是足球 二十幾個男生早來早去看什麼 我怎麼看不見 大家就鬆歪歪歪 今天我要去酒吧 笑 不是 不是 但是我跟各位講啦 你要怎麼樣打擊一個男人的信心 這怎麼本來想要取悅皇上 現在變成打擊皇上 上了年紀 上了那共同31歲的男生 我們最忌諱兩種事情 一個就是法量 另外一個就是性能力 性能力也就算了 我剛才是法量 你今天只要看哪個男生不順眼 你就要說 那個誰 你最近法量是不是有點少 你知道他會怎樣嗎 有嗎 沒有吧 有嗎 他就是一天到晚 就煩惱自己的法量 他回去也就照鏡子在看他的頭髮 他就變成他的心魔 我們要在人的心裡種下一個種子 讓他慢慢的發揚 這樣他以後看到你就會說 我頭髮要弄整齊一點 不要讓他看 說我髮量變少了 要爭奪皇位的這皇子 你就這樣對你的兄弟 欸 皇兄 你的頭髮 他在拉劍的時候就 我告訴你 沒力了 木蘭秋手的時候 每天在這兒走開他的頭髮 間接殺了一個跟你搶奪皇位的皇子 如果你是他母后 欸 十二哥最近讀書讀得怎麼樣 那你的法量是 這一點重吉他去 拿兩隻大鐵錘敲下去 那剛剛卡士達填好了之後 我們就是下藍莓 其實水果是可以替代的 藍莓好像對男性不錯喔 請幫我Google一下 那鋪藍莓呢 你就是看你有多愛他啦 你要鋪這樣一顆 其實也可以啦 如果今天是要現妹 我們就是全部給他鋪滿 因為你的卡士達很黏 所以你其實鋪上去的時候 它就是會黏在上面 你就稍微用一點力量把它壓下去 改善泌尿道 喔 改善泌尿道 我就說了吧 上個的年紀是用低的 就是要吃藍莓的啦 就是這樣子 擺得滿滿的 自己要吃的 鋪到滿 做好做滿 鋪好鋪滿 那我們要進行做一個步驟 就是要再妝點一下它 俗話說得好 女味月極者龍 千萬不可以變成黃臉婆 糖粉不是隨便亂砸 高高的砸 讓它就是均勻落在每個角度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好看 它會有點像下雪一樣的感覺 做事不用做到滿 就會讓它顯現出一點藍莓的顏色 像我們的髮飾一樣 每天保養得漂漂亮亮的 皇上看到你才會明天再傳照你 接下來呢 增添一點風味和酸氣 我們就是削一點檸檬皮 增加一點綠意盎然的感覺 檸檬皮上去的關係不得了 我如果是皇上我都動心了 榮心大悅 撒多一點都沒關係 好 今天呢 宮中不傳之謎的藍莓卡士達塔 讓它的蜜料系統更加完善了 藍莓卡士達塔就完成了 一定要其中的一方呢 做出一點新鮮的改變 我們只要學會一道甜點 換回榮心 那如果呢 他真的比較喜歡HBO 我告訴你就隨便上去啦 反正那上班也是很辛苦 我上班也是很辛苦 大家回家家裡就做 喜歡做的事情 但是我們呢 獻出自己的心力 他不要吃沒關係 你跟阿哥跟公主也可以吃 喔 好吃 這卡士達煮出來 就是這麼Q彈 奶味也非常的足夠 然後你的藍莓呢 又帶有一點酸氣 又可以讓他的那個蜜料問題 稍微減緩一點 我相信多多少少啦 就算他的嘴巴 還蠻好吃的啊 相信他心裡 還是有那麼一點 會奠念著我們的付出吧 只要有這份心 我們走出能工 就有機可尋啦 如果喜歡那一套節目呢 歡迎你持續訂閱跟追蹤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這麼用心還要分兩鍋牛奶 有的是卡士達粉 拿出來 他就用這樣 還叫做卡士達 欸 我們之後會不會介紹 卡士達粉的廠商 卡士達粉 呦呼 拿卡士達粉 希望呢 廣告主可以給我這次機會 我會改過相聲 好嗎 2 4 4 5 4 5 5 5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